字幕——YK 字幕——YK 欢迎准时收看《亿案大云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民 那么为你做现场 今天开了一个这个叫做 片线二高盘 在美国股市并没有大涨 涨跌附件的情况之下 我们开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盘 这个片线的二高盘 迅速地拉打下来 然后再拉 拉到17650以上 一定会面临压力量不够 今天的量一估只有2500亿而已 因为外资休假 由国内法人来主导这个行情 国内法人的资金非常地有限 而且尤其是国内的是善户多 当中的也多 所以这个行情就要拉高很难 我们可以看到就K线的理论来讲 今天这个长的上影线 但是它站稳了五路线 五路线现在是下弯 很明显前波段的这一支长黑K线 这是利空所造成的长黑K线 最高点17669 17669 今天就到17669 这边附近就供不上去了 第一个量能不够 量能不够 然后这些都是大量 以小量要供上去不可能 但是今天一定是怎样 外资不在 国内法人坐庄 先谈再说 这个外资休假先谈再讲 所以变成高档震荡 那高档震荡的话 你要有主流 盘旗出标股 你要有主流 很明显今天本来运输股上个礼拜不错 钢铁股跟电机股 传产股是靠这两个还有汽车概念股 那电子股攻坚华力 攻坚华力 表示电子股里面有很多股票已经 这个在左跌或左空 很多电子股是弄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外资 在期货市场还是站在卖方 限货是有买 但是期货还有一万五千多口的空单在手上 它不会那么简单的放过 因为这几天他们都大部分都休假 这个叫做空单避险 那么在我们的操作 我把它分成长线跟短线 长线的股票我可以细报 这个长线没有问题 那因为它本益比偏低 我都是寻找这些被低估的股票来报 报仓 报仓可以赚很多 那短线的话 短线的股票就是来来回回操作 你长线像这个联合化科 你怎么做短 二四五四你怎么做短 这不会做短的嘛 你做短怎么赚 头续位就那么高啊 你怎么赚 但是它就会上一千 我七百多块跟你讲联合会上一千 很简单的道理嘛 我做股票一定是看本益比 本益比合理我来买 本益比不合理我不会去乱追 本益比它估计赚四十几块了 应该有啦 你看它四十几块 它每一季平均赚十块钱以上 所以四十几块嘛 我们在操作过程里面 我在抓IC设计就是三十倍 三十倍是大概就是电子股里面 比较和最高的这个标准 像你台积电来讲 台积电今年假如估计说 好像二三三年 我们估计台积电今年假如说 它比七年差 它去年还第四季第三季还赚十块 现在赚八块 你看多比去年差 那这种情况的话 你要突破去年的高点就很难 看明年 台积电基本上 我们给它最多本益比三十倍 它通常是给它二十倍 二十倍的话今天十四 我们来看台积电现在来讲 二十三嘛 那我们第四季把它加个八块钱 等于三十几嘛 三十倍三十几 应该它没有办法想 就享受二十倍 二十倍大概六百多块 六百二十块 六百十块 那你说台积电现在 你叫你去投资 叫你去买这个五百八十一块的台积电 你要赚多少 你要考虑到赚多少 所以它就没有 长期投资的价值 这是我的算法 跟我是用法然的算法 未来的本益比算 联华科它也有做IP 对不对 也有做这个 那个电脑 电脑它也有 电脑的晶片也有 对不对 那你看它的Wi-Fi7也有 这几乎都钱包了 所以它曾经当过股王 也有它的道理 那你看 我们看今年很多股票没有大涨 没有大涨的股票明年会大涨 今年大涨的股票 你绝对不要去追 4763你看 这一张股票昨天稍微涨上来 就很多人说它有希望了 这一张股票从1250块跌入 跌到甚至764块 它业绩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今年涨最多的股票 可以这么样来解释 它赚39块你看 它真的是不错 13块19块 你看这种跳跃式的成长 你说它不涨也奇怪 可是最好似乎是过去了 所以今年涨的股票 你不要乱追 这个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 你不能追嘛 你买这个股票你就完蛋了 你昨天稍微涨起来 你就认为它会涨 未必 了解 你看一涨就大量 大量油场上 你现在表示怎么样 有人在卖嘛 那我们买的股票这个团球金 它是从底部慢慢上来 这根本就还没有反映它的本质 6488 今天这些跌我也讲给你听 它根本没有反映它的本质 为什么 我讲这个很简单 它是赚11块 11块 12块 至少今年赚40几块了 600多块 赚不合理 百利比一倍 15倍 一个矽金原厂没有那么好弄的了 那因为它筹码 因为它是高价嘛 高价股现在很多都在补跌 大家要小心 那这种股票就是你要报偿 那除非它破了一个一定的线 就是业线 那像中美金也一样 中美金我也是跟大家一直讲很久的 我大概讲一个多月了 5483 它平均赚它是母鱼只贵嘛 平均赚4块钱以上至少18块 我估计它今天18块 所以你看它每次跌下来 它马上留下 尝一下影线 为什么 都留下影线 有人在吃货嘛 有人在吃货你知道吗 有人在吃货的股票 将来一定会反映出来 我做股票的方法就是这种方法 我不是在抢账停板的 我跟那个老师 一般的老师在抢账停板不一样 抢账停板你今天账停板 明天搞不好就再见了 也不一定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股票不是乱抢的时候 你看很简单 外资在卖 然后投信在买 我那时候讲的时候 公民投信没有买嘛 就外资少互买而已 外资现在在跑 其实这一档股票 以我的经验 我都卖250以上 我已经做了好几年 今年它没有涨到250 明年 你看喔 3017 我去年买90几块的时候 涨到快要400块 300多块 这档股票 我那时候介绍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我去年不信你去拿 我去年1月19号的 你去看我的 我那时候买90块 90块一毛 结果涨4倍多 没有人相信 结果大涨 这就是一波段干底 我现在就不跟你讲 这里就比较不会涨 它比较会涨的应该 你假如AIPC也是要散热 那散散热市就比较有机会 它没有走空嘛 对不对 没有走空的股票 就比较有机会 所以你像思考模式 来嫌股票的话 进可攻退可守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是比较好的机会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力光 我想大力光也很多人 我跟你讲 我2000块的时候在讲大力光 很少人在讲大力光 因为大力光被大概 这两三年以来都被修理 买大力光的人大部分都赔钱 真的 从6000多块 我就跟你讲 它会跌到2000块 你到2000块以下来买大力光 你不用怕输了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 像大力光 这个从2000块 我一路跟你介绍到现在 现在已经2800块了 3008 也是这样涨给你看 对不对 我在这边讲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每次买大力光都赔钱 是 我真的是 每次买大力光都赔钱 很多人大力光赔很多钱 从6000块到2000块 那时候我一路跟你讲 大力光在走空 现在要走多不一样 明年他又要当股王 他现在什么生意都做 他明年又要当股王 所以在操作股药的时候 你用这种模式 股票有两种 未来是 未来它有想象空间 这个股票有想象空间 像AI 最近的AI PC 就有想象空间了 因为把AI灌到PC里面 笔记电脑里面 你说它好不好用 速度增加1.6倍 但是它也会怎么样 花热 速度快一定会花热 那这种就是 所以最近 这个散热模组 有在动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有些股票做过了 已经人气楼空了 你就不要再买 真的很多高价电子股 真的是跌得不成一样 我等于下个单元再拿给你看 像铜基笔电 这个A笔电亮相 铜基在主要市场 由美国转移到印度 双A 双A在华硕 都转移到印度 很多在亚洲里面 你看 我前两上个礼拜 一跟你讲迎接AIPC的 明年 它的年鉴度 已经看到明年的三页 整个都没问题 然后再加上 AIPC的小五对给力 鸿基 鸿基资讯 所以原则股票要涨 是有道理的 你看鸿基电脑 我跟你讲 核心直股来回操作 它一路的上来 因为我鸿基电脑以前都在做 鸿基的改造 我曾经做到99块 99块以上我就卖掉 鸿基电脑 它最近又来了 又来了 我这个软体很准 又来了 从35块6毛5开始 41块8毛 拉回找买点 2353 它也是最近才涨上来的 今天盘中曾经拉到仗天板 你说它出了没有 还没有出 这种股票可以做仓 我的经验 我以前都是 他妈在99块附近 99块附近 它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鸿基电脑经过三次的改造 从石正龙到现在 三次的改造 这一次应该把AI注进到PC 成为一个新的笔记 笔记型电脑 我相信它又有机会来了 又有机会来了 我不是今天才讲的 你每天收看我的节目 你看我讲股票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讲仗天板 我是买来等它仗天板 我是买来等它仗天板的 观念在哪里 你要加入我的这个Lion8 Lion8里面就可以 你就可以知道 我已经事先在布局这一档股票了 这是有潜力的股票 欢迎你加入Lion8小老鼠YES168 我就是讲这样子的股票 因为怎么样 这些老股票 以前你看到23会不会涨 你知道2301以前 你会涨到170吗 2301 这以前从 以前你会想到它会涨到170吗 它以前 老早以前合并了 光宝合并的时候 是以50块为基准合并的 它跌下去 然后再上来 可是它150就没有再来了 为什么 三尊头 人气楼空 人气楼空 原因在这里 现在又有人开始买了 这些股票 2353 2357 2356 2377 2376最近就是火亡 原因是什么 这些老的公司 蹲久了也有它表现的机会 拿回去找买点 拿回又找买点 43块5毛 我是这样买的 对不对 我甚至于怕他们43块5毛 没有买到 我就花一个抠信 试价买清 一定要给你中奖 礼拜五的时候 我花一个试价买清 一定要让你买到 我是买黑不追红的 它同期电脑 它曾经跌到 在礼拜 前几天前经跌到 43块3毛 联系两天 你看 43块3毛5 有没有 联系两天 这个就是买点 我就是这样看 因为我做过 我了解它 红机电脑 你会想说你会去 现在很多人 今天一定很多人在讲了 我是 我20号就开始告诉你 这个事实 然后我也拿一些给你看 我在电脑当天打给你看 它速度增加 12月7号 它速度增加1.6倍 有没有 把AI的处理效能把它进去 1.6倍 有空我再来讲 因为这个要讲一段故事 这个 然后英业达 英业达我认为也是回来找买点 2356 这个也是回来找买点的 这个也是好股票 虽然最近投信卖很多 一天卖4000多张 一路卖 卖7000多张 联系卖的那么多还打不下去 那因为大家不相信 英业达他们会做AI晶片 他已经得到AI晶片的 这个两大厂的一个订单 所以像这种股票就是 他联系他两只障停盘之后 回来就是买点 联系两只障停盘 爆量32亿 32万张 32万张不死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我跟你讲 IP的股票是涨翻天 3661 我现在不跟你推荐这种股票 你买这种股票 本利比都90倍以上 你能赚多少 所以那时候我就用比价的观念 我跟你讲要买大力光 意思一样 IP假如说像M31前几天有涨 现在跌得一塌糊涂 这些股票为什么会跌 本利比太高 你要换过年 或假设 我们假设 1月13号以后 政党轮替 或者是严有的政党继续执政 股价你想会怎么样 你先想一想股价会怎么样 你先想这一些 你没有业绩的 你阿萨布鲁的 乱七八糟的 你又利用财报的空山级 让人拉的股票 你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假扒单系 因为你们都是要想涨停盘最好 天天追最好 到最后你们就是 因为有些老师根本不卖的 私股无存 很多股票真的是会让你哭笑不得 真的是会让你哭笑不得 那华硕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长线抗 华硕这一波AI并没有长很多 所以它能够比较 不会跌的原因在这里 华硕比较不会跌的原因在这里 就是因为AI AI跌最多的当然是 像英业达这一类的 因为业绩还没有赶上来 它跌最多 那像散热模组里面 前上个礼拜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2421上天版 今天就拉不动了 你不要追这个 你要买3324这个比较好一点 这个在底部 它还是多头牌的 这个比较稳一点 但是这个价位比较高一点点 那像你看你现在要拍股票的话 像这个中华2204 2204 这本利比也太低了 它赚10块钱以上 还有电动车 以特斯拉的概念来讲 这一档股票明年应该有机会 你要想 现在买股票 你要想到明年会怎么样 这才是重点 那我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航运股是短线而已 它是利用消息面来影响股价 利用消息面影响股价 你要做短 高了就要短 短线操作要懂得出 上个礼拜就出一半 今天我看不行也是全部出掉 虽然赚不多 但是总不会套牢 股票最怕是套牢 你一套牢就没完没了 为什么 你们认为说我一定会解套 错了 股票没有一定解套的 很多股票是跌得不成能量 我跟你讲 跌得真的是不成能量 所以你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因为每个股票的时空位阶不同 虽然它是有空欢多了 但是在这边盘整 有些股票要跪出奴混土 不要追高 你今天的追高不代表明天会涨 你一定要跟一个有经验的老师 他看懂未来盘 找一些有潜力的股票来买 你这样子才能够在股票市场 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那欢迎你加入我们小老鼠 YES 168 你把它加入进去 好康就在里面 那你直接来参加最好 农历年前抢红包 我们红基电脑不是抢红包吗 我们长龙不是抢红包吗 对不对 很多股票我们该出的都出掉了 我跟别的老师最大的不同点 我每一组仅多买五档股票 我现在只有三档股票 为什么 盘整盘 抢短 那你说这个 右边这些股票都是高价股 他这个是给我们加入的 总统会员清代会员 他们来做长线的 把资金部位雇在那边 跟你买ETF 比ETF还好 这对比ETF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抢红包 买一送三开心过好年 先赚再说 免费信息两个月 K线教学赠送AI金头脑劫测系统 我这个节系统准得要命 你看像今天这个盘 你这个40以上 1760以上就是空 这很清楚 你们最喜欢的就 红买利麦 利麦你就告诉你 现在才转红而已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你看指标也是一样 他都会告诉你卖出 告诉你买进 轻松又愉快赚钱很简单 very easy 就这样赚钱 不管旗货也要股票也罢 都是很好做 我们这个系统都会告诉你 因为本来这个系统 我自己在用 成本很高 我开花成本花100多万 但是我现在分享给大家 我不收回成本 把我赚得来分享给大家 这个分享我想 你这个机会你都不会来 收过大碗 还有这 还有那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谈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明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明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收了一个近视这个墓碑线 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吊人线 吊人线它遇到阻力 它就会下来 那这个墓碑线表示上档的压力 非常的重 那你绝对不要做追高 盘整格局 个股表现 你要事先布起一些有潜力的股票 可以看长做短 该拔档就拔档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内洋人看门道 外洋人看热闹 很多股票高价不在 我这些买的股票 很多是高价不在了 我都把它出掉了 出掉的目的是把资金收回来 再找别的比较有机会的股票 欢迎你加入我们LINE A 小老鼠YES 168 把它扣进去 每天都有好的股票 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地表最强的获利神迹 就是我们AI金头脑里面 它每天给我们最好 最快的一个答案 天天都有 不怕没有股票 那我自己也一样的 每天我都有参考这些资料 因为这些资料是最实在的 我们AI金头脑里面 最实在的股票就是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的股票就是会涨 那坏的股票它就是不会涨 而且现在很多股票是在走空 大家要小心 尤其高价 持有高价电子股的人 要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谨慎 因为它不排除会补跌 那么我们找的股票 就比它AIPC元年 这些股票 你们以前认为说看不起它 我因为我做过 我非常的了解 我这个都卖99块的了 以前 你看它到这边 为什么 它已经出量了 出量就拉回找买点 对不对 那你要懂得买 我不是去追的 我不是说今天障碟板我也有 不是这样 你每天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这样子吗 不是 我都买来整到障碟板 农历年前抢红包专案 买鱼送三 过年过好年 先赚再说 每位信息两个月 K线教材影片 每位送AI金头脑给你 有这还有一次 互一次钱三种享受 你会不会来 就看你了 稍微大碗 还让你有贪钱 还可以赢工夫 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